好 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 今年第12号台风谭美已经形成 不过谭美可能在海上打转一圈之后 再向台湾前进 气象局预估最快周二发布海上警报 而周三周四对台湾的影响最大 依照目前路径可能会为北部以及东北部带来雨势 另外下午两点的时候 第13号台风皮瓦也已经成型 不过暂时不会影响台湾 今年第12号台风谭美成型 目前移动缓慢 这两天都在海面上滞留 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完整 18号台美先向东走远离台湾 19号再来个回马枪向台湾方向前进 气象局不排除 20号下午就会发布海上警报 但路上警报要是之后路径而定 虽然离台湾还有段距离 不过天气从周二开始就很不稳定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至少在东半部地区跟北部地区 受到它影响的程度是会最大的 气象局紧盯台美 是否会引进西南气流与低压云系 28号下午在东太平洋海上 又有第13号台风行程 日本气象厅命名为皮瓦 同天双台成型 不过皮瓦距离台湾还很远 23号前不会影响台湾天气 优电TV陈军杰月佳妮台北报道